我從小舅認識 那個小融蟹對我們來講都 看到我現在都還蠻公親 因為知道我們金書 他對別人那個小融蟹就會 嘴巴很 因為現在他考試考得很好 他好像到第四年為止 還是第五年 他每一年都考第一名 他一直來講的話 他很有名是什麼 他以前是一個小的閣西 他出生在西藏的時候 他一直在問他父母親說 我要去印度 我家不在這邊 我的家在這個地方 他就說 帶這個小朋友去北方的寺院 然後他去帶尊子的寺院的話 他就說這不是我的寺院 我要來的寺院不是這邊那樣子 我要去另外一個寺院那樣子 他去到南印度的時候 他就讓他來講 他說他某個地方 他自己這個小孩就跑過去 他跑到人家藏在 他前世藏在床底下的 他的假牙齒跟眼鏡 翻出來說這是我的牙齒 這是我的眼鏡 他們別的人都不知道有 有這些事情的時候 這小朋友翻得出來來講 和我們 因為這個是尊者常常講的故事 我現在那時候我碰到人物件 我說你還記得嗎 現在已經20多歲30多歲 他說一件事情都不記得了 他說這個都像人家講的故事一樣 他說現在對前世的那點 一點都不記得了 我們常常開玩笑說 那不要說前世了 昨天的事情都不記得了 還要記得前世 哪有這個是不是 你越對今世的有 有影響的話 他沒有辦法浮現出 更長遠的 不代表是沒有 不是不存在 只是被別的東西染污了 同樣像這樣子 一樣呢 我們說 三界的煩惱 或者三界的陣型 那個陣型 那個習近在 可是他 不是說我們 只要一樣他就可以恢復 他還要一樣嗎 像我 每天不修菩提心 不會說我昨天修的菩提心 今天就 就 無緣無故就生起 是還要再修 還要再培養才會生起嗎 這是善的是難的 因為我們串席的少 餓的不用 餓的是因為 串席的桌 只要給他有機會的話 他自然就浮現的時候 所以我們剛剛問說 如果你說三界的煩惱 有沒有來講的話呢 我會說因為 我們沒有的原因 不代表是 他被斷除或去逐掉了 而是說什麼 我初分的這個 欲界的煩惱 都沒有對峙到的時候呢 我細分 比較細分的那個 這個的 初殘定 二殘定 三殘定 乃至到 飛翔 飛翔兩天的煩惱 根本還沒有機會 生出來 不代表他是去逐掉 他只是 在 隨眠的能力在存在那邊 可是 因為他沒有現行 我們說他不存在 呃 講到 這個 在法當中的話 就是福生大師說什麼 我們是 我記得好像上個禮拜 還是上上個禮拜 才跟大家講說 所以福生大師才說 不是所有的菩薩 都一定要有菩提心 不是所有的菩薩都有 都有菩提心 所有的菩薩是什麼 是 一定有 不退轉的 菩提心 可是他不一定有菩提心 就是他的這個菩提心 還沒有退轉而已 為什麼來說 因為有一個情況 我們說什麼 我們在劍道的 在那種根本定的 無劍道的當下 他是專注 一致於空性的時候呢 圓菩提心的心事是什麼 是 為力有情 希求佛陀果位的心事的時候 他根本沒辦法圓這個東西 那世俗的東西 他根本沒辦法圓的時候 所以說什麼 他沒有菩提心 這是什麼 根本定 對空性的根本定 唯有這個 所以他沒有菩提心 可是菩提心在他心序當中是 沒有退轉 所以他還是菩薩 還有一個問題說 光靠打坐 可以到出禪鎮定嗎 還有哪些方法 可以到出禪鎮定 甚至到有頂天 好 那 因為我們所謂的 打坐 或者這個來講的話呢 因為我怕大家對於 打坐的定義會不一樣 你說一定要這樣做著這樣子 好像盤來講的話 我說根本不一定 這個是不是修禪定的方法 都是未知數 它不是說我打坐這樣子 我就是朝著禪定 不一定喔 這個我們常常講嘛 這還可能是朝著 朝著是什麼 是昏塵 也不一定 所以 真正的打坐來講的話呢 它就不是我們 就是我們要對打坐的 或者修詞 修的這個定義 有很廣的來講 因為 因為用俗話來說的這個打坐 像我就會想到說 好像一定要坐在普團上面 靜坐起來 可能是 什麼都不思維 這樣子來講的話呢 這個不是唯有透游 修詞 禪定 或者止的方法 修止的方法有 許許多多的 它總之什麼 就是我透游任何的方法 可以讓我的心事 專注 一致於 一靜上面來講的話 譬如說我說什麼 如果你可以比較專注是 你透游 睡眠 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你是透游睡眠 可是那不是當然說 不是像我們這樣子 像我們這樣子那種 睡死過去 什麼都不知道 是那種 我可以使心變靜下來的 或者乃至譬如說 譬如說我說什麼 你可以用透游念誦的 或者乃至你說什麼 可能我是什麼 我的 我串息最多的什麼是 有些人是不是說什麼 我最自在是在什麼 在做木工 在拼圖 在什麼什麼等等的話呢 他用任何的方法 把心事 集中到一個點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他就可以開始把紙 修得起來 他不一定說 我只有這個東西 來才會這個 乃至什麼 我說 有一些人 很可能是什麼 他用聽 如果他可以很專注在音樂裡面呢 或者在讀書裡面的時候 或者在 就沉住在這個裡面 他不斷的串息 不斷的串息 他只可以修得起來 他 可是 這個來講 我們都說什麼 這都叫做一種 串息也好 修也好 也是這個 大家如果有記者的話 是什麼 在中大師的 普吉尾斯利廣論的 最前面 他是不是就有說什麼 有 串息跟修 在藏文的話 它是 一個字 一個所謂的串息 是不自主的在串息 而修是什麼 是我刻意的去串息而已 因為藏文很奇怪 他的文法 有一個這種說 同樣一個 一個 一個詞彙 有一個來講 有時候改變一點點 一個是代表是有 我們有代表說有造作者 有一個是自然的 我順便 因為順便跟大家舉這個 他很比較來講 像我說什麼 我在轉 我說轉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在藏文的話 像我說 輪迴的有一種轉法 跟我去轉三的轉的話 也有一種拼法 轉三的轉是 我有自主 是我刻意的去轉 輪迴的這個轉是什麼 是不自主的被轉 所以這個來講 一樣的時候 我們在於 修跟串息也是這樣子 串息的時候 它可以是什麼 是 大部分我們是不自主 像什麼 我對我的煩惱 或者你看我串息 像我說 我喜歡咬指甲這個串息 這什麼是 我不自主的這樣子 我如果可以 想克制的話 我當然不會想要再咬 或者我說做什麼來講 這個想要改的 可是什麼 它是不自主而受串 像我們對煩惱的 可是我們所有 自主的串息就是什麼 這就叫修 我們所謂的修 這個人有沒有修 這個我們這樣子打坐 這個來講 這個方法只是為了什麼 只是為了修 只是內心而做的 所以你說做這樣子 被打直 它有沒有幫助 當然有 像我們在 葡萄刺利廣論 或者在修心三篇裡面說什麼 譬如七法的時候 被挺直 呼吸控制 眼睛朝前 肩膀放鬆 什麼等等 或者手要打 打加輔助 腳要打 那種什麼 最好是 雙盤 起碼 單盤 或者閃盤 我說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現在你看 老年人根本盤都盤不住 那個老人就不要修行了 如果他坐不住 不如他就坐椅子 為什麼一定要 打雙盤 或者打 如果你看 那個打雙盤 有些拉不起來 腳痠痛 心都在放在說什麼 我腳不舒服 那個人來打雙盤有用嗎 一點用都沒有嗎 一點用都沒有 我說 你可以打到再好的雙盤 那又怎麼樣 我說腳可以放到頭後面 那不代表我可以成佛 那個又怎麼樣 我說你可以打到那個雙盤 又怎麼樣這樣子 那個雙盤又 我說禪定與否 升起與否 不是靠我腳上功夫 或我手上功夫 或我背 多挺多直的來講 它是什麼是 內心的 的串襲嗎 所以為什麼他說 我打雙盤 手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我們 氣啊 風啊 通啊 我直的時候 因為這樣子 腦筋就會清晰 你看我們一放下來這樣子 一開始有靠的話呢 我不知道大家 像我說 我年輕的時候 在做客送 大部分都是坐在那邊 坐到一半就打瞌睡了 這樣子 一邊坐坐坐坐坐 就要睡著了 起來 我前幾天才跟朋友講 我說 那什麼以前 因為我看到他在沙發上打瞌睡 我說趕快去睡 趕快睡 要起來起來 那時候讓我休息一下 我說 休息一下就會睡到凌晨了 因為以前 我常常也是從辯論回來 做一下覺得要休息一下 凌晨三四點鐘起來 趕快再把客送做完 忘記要做客送了 那來講的話 他什麼 他是因為這樣坐直把身體 來講的話 心裡才會有提起精神 才有辦法專注 他只是方便 他只是方便而已 那如果我們說什麼 如果有些人什麼事 我舉個例子 我假使不是說一定要大家 比如說你去 你說我去泡溫泉 或我洗熱水澡 或者我在那個時候 我可以靜下心來 可以把心 專注於一件事情的時候 那個穿休息 能不能休息 我說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或者乃至我說什麼 我那種有些人是不是 有些男生喜歡那個什麼 修車子啊 或者做什麼東西啊 或者來做 他是不是有一個東西可以 可以我們用世間說法 他好像頭醉以這個來講 另外一種他可以專注 在這裡面的忘我的時候 他把這個 透過正確的引導啊 再去修持的話就可以了 可是這個很關鍵是什麼 是不是那種 瞎摸的好像我說 我就隨著我喜歡的 而是說什麼 我們知道得到說 怎麼修止的這個教授 而我透過另外的外在的方法 怎麼樣把內心的這種雜念的 或者昏塵跟吊血把它收射 而到這個地方的話 他可不可以升起 他可以升得起子 所以你說一定要打 做這個動作 才可以升起子的話 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在於初學者來講的話 在於修止 在止修跟觀修當中的話 他的觀修一定會 會注重或者 會強烈於他的止修的多得多 因為觀修的時候什麼是 我怎麼升起這個方法 我在盤算 或者我再去了解 我再去做嗎 或者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你看或者譬如說 是有那種有名的大夫 他是不是還沒開刀之前 他就一定要練習到他可以 熟能生巧的 根本不用去想 或者不用去來講 他怎麼樣情況 他都已經可以靈活的 他已經要在前面 已經要演習 可能上千遍 或上萬遍都要演習 你說他在當場 再反應的話 都已經遲了嗎 那都已經是 或者有爽忙腳亂的時候 都已經遲了 我們初學者也是要這樣子 大部分人覺得說 我要的時候 我要止修是 我馬上去止修的時候呢 剛剛開始看起來 可是他一有什麼 的變化 一有出來的話 根本那個是 手忙腳亂了 所以我們以初學者 不是以馬上就注重在於 止修這個塊 而是說什麼 應該是更注重於 觀修的這個部分 觀修的而去思維說 這個整個透過文師的這個過程 已經全部串洗 這所謂的觀修的階段 就是什麼 等於說我在練習 我在一一在內心練習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刻意的 我刻意的去升起菩提心 我刻意的去升起悲心 刻意的去圓空性 而這樣 這說什麼呢 這對我們來講 都是所謂的觀修 如果到止修 在於說什麼 我升起我要為力一切眾生 而去除苦 不太去思維的話呢 那不是我們一般人來講 沒有什麼太大的力量嗎 它一定是在於 之前的這個觀修為主 以止修為輔助 而就是在這個時候 再把它練習練習 和練習看到哪裡不足 我再回去觀修 再觀修再觀修 而再去止修一點點 而去做的時候 所以應該回到 直接來回答說什麼 你說一定要打坐才可以為止的話 不一定 它只是 獲得止的其中一個方法而已 可惜那 你覺得我們在這次 我們要去練習